好 男子開車 你要來找嗎 他在開車 神穿紅色外套男子 他站在駕駛座旁 情緒相當激動 嘴裡唸唸有詞 講到激動處開始動手動腳 還拿起公車司機頭上的帽子 抄他猛K 車上滿滿乘客全都看傻了耶 704261 有人找司機要打掉 發點發點 那個開車 你好怕的 你才看到怕你耶 為什麼 我也是一比賽 車還開在半路 男子卻不停攻擊司機 換來全車乘客 對他發出怒吼 民眾拿起手機報警 週日下午5點多 從巴黎開往蘆州的公車上 這名67歲無姓男子 在三重站上車 沒戴口罩 刷卡又沒感應到 司機善意提醒 沒想到他就惱羞成怒 整路站在駕駛座旁邊 不斷咒罵 擾亂駕駛 還拿帽子攻擊司機 乘客全看不下去 憤怒炮轟 他支支吾吾 氣焰全消 大過年了 男子一時情緒失控 做出誇張舉動 影響到行車安全 乘客公分報警 被帶回派出所 情緒冷靜後 才向駕駛道歉 獲得原諒 記者林川 范雅喬 新北報導